此时的吉刚安植甚至能够决定溥仪的生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溥仪第一次见吉刚安植 还是他在天津居住时的事情 日本人为了向溥仪献媚 时常安排人去他居住的近人 为他讲出实事 时任天津日本司令部的参谋 吉刚安植就是众多日本讲师中的 宣统皇帝陛下 您好 您好 请坐 谢谢 按照惯例 今天由我为您讲说实事 皇帝陛下 最近公务是否繁忙啊 朕的朝廷都没了 还何谈繁忙之说呀 陛下 您千万不要这样想 以您在皇族中的声望 加上我大日本关东军的支持 我相信 您一定负必有望 你认为 朕可以夺回自己的江山 当然 我大日本关东军的强大是世人有目共睹 现在的东北三省不是已经进在我们的省中了吗 如果陛下您愿意 在下倒是可以进些绵薄之的 吉刚先生 有办法 帮朕 当然 在下在关东军还是有些门路的 我可以为您谋话 只要陛下您 愿意 在溥仪的回忆录 我的前半生中 就有这样的描写 记得济南惨案发生后 吉刚安池 至少用了一个小时 来向我描述 蒋介石军队的无能 使我深信 日本军队的强大 深信日本军人 对我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